南韓一個民間組織在星期五向北韓送交180噸麵粉 這位自從北韓領導人金正日上個月去世後 南韓首次向北韓提供糧食援助 南韓平和財團的代表和8架滿載著麵粉的卡車 越過了戒備森嚴的邊境線 這批糧食將送到北韓西部、黃海北道的一所小學 一個日託中心和一間幼兒園 南韓平和財團的官員說 該財團的兩名代表將在北韓停留到星期六 以確保這批糧食送到預定接收者的手中